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处名为 Cidal Horn的酒吧 曾借二连三的发生过许多起奇怪 且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 据当地的不少居民讲述 已经有三人先后在这里离奇的死亡 而且很多在此工作的员工 都因为一些可怕的遭遇从而辞职 甚至是这间酒吧的前几任业主 也曾承认 这里存在着某些可怕的东西 对于这家被当地人称之为幽灵酒吧里 发生的那些离奇的事件 很快就在网路上传播了开来 这间诡异的酒吧 甚至在2012年时 还被ABC广播电视台注意到了 他们为此专门派来了设置组进行调查 起初他们只是以为 那或许是酒吧的那些经营者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 从而想出的一些噱头罢了 但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他们却发现 这可能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没有人会去吓跑他们的顾客 根据ABC电视台的报道 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在2011年时 由酒吧内八台附近的一台监视器拍摄到的 他们在对这段录影进行了检查 确认了并不存在伪造的嫌疑后 设置组开始了他们的调查工作 据这间酒吧的老板 吉米拉古兹讲述 12月23日是圣诞节的前夕这几天 他们并没有营业 那么深夜出现在八台内的这个物体又会是什么 但最可怕的是 这还并不是这家酒吧内的监控器拍摄到的唯一的一段 令人感到恐惧的录影 据吉米讲述 在他接手这间酒吧的不久之后 他就曾在这些监控影片里 发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 这天是2009年的6月11日早上7点左右 在他们的走廊附近的一台监视器 拍摄到了出现在这里的一个白色的矮小人影 他就这样呆呆的 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 在很久之后他才渐渐的消失在了监视器的画面里 据吉米讲述 由于这里的监视设备的存档 会在一个月后被自动删除 以保证设备能有足够的空间 储存他们接下来拍摄到的内容 于是吉米便用自己的手机将这段诡异的影片翻拍了下来 他曾拿给这里的不少人看过 但大家都无法确定这一幕是如何产生的 直到一位以前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员工在看到了这段影片后 他才对吉米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工作时 当时这家酒吧老板年幼的女儿因为顽皮从二楼一处护栏上摔落了下来 惨遭不幸 而此后就曾有几位员工声称 他们曾看到过他出现在了这里 这也使得很多当时的员工纷纷地离开了这间酒吧 但吉米起初对这些传言似乎根本就不相信 直到一天深夜酒吧结束了一天的营业后 吉米跟另一位员工准备关闭这里的灯光离开时 走在最后面的吉米却突然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于是他立即转身查看但他的身后却什么都没有 当晚他们两人甚至为此检查了整间酒吧 但都没有发现除了他们之外的任何人 而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也让吉米感到了担忧 他开始相信这里或许真的存在着某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但令吉米意想不到的是 虽然他苦费心力地来经营这里的生意 但这间酒吧的状况却依旧没有起色 不仅如此在这篇报道播出的几个月后 这里甚至还遭到了劫匪的光顾 见二连三发生的这一切 让吉米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而这间酒吧也在不久之后再一次地更换了他的主人 出现在白金汉宫上空的神秘幽浮 2022年6月2日英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 来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 而伊丽莎白二世也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 庆祝登基白金喜的君主 但就是这样一个盛大的庆典之上 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 我们在负责直播工作的英国Sky News频道 找到了当时他们拍摄到的这段影片 永远 人口的纁大色 而来来... 绿多鸣烟的红色 就像海底巾一约红色的三个颜色 尔了海底红颜色 尔了冠额 最呢冠颊 你看到了吗 当画面被切换到天空中时 一个白色的圆形物体突然从画面中出现 并从飞机喷出的这些彩色烟雾中快速地驶过 而也就在此时 画面被快速地切换到了以女王所在的位置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小王子此时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正在好奇地用手指着那个家伙给自己的母亲看 但这却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出现在这次的庆典中 该物体还被一台安装在飞机上的相机拍摄到了 此时他正在从这架飞机喷出的红色烟雾中飞过 看起来这应该是当他穿过这些飞机后 又被安装在另一架飞机左侧上的相机拍摄了下来 这是另一台安装在地面上的相机 进入到他穿过云层时的画面 那么这家伙到底会是什么 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 发现当时这一带的空域已经进入了管制状态 所以他不太可能会是一架无人机 而且该物体的速度也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任何商用无人机的飞行极限 14 他是一个男手时的员 在这位是男人体上的身体 或是一位男人 你会有线这样的员 包括那些员 从这位上 你来说 你拿到身体的位置 你拿到身体的 手上去 手上 然后 手上去 他们员 你会让一样做小文 所以我們說是有一個重要的 就要我們來看一張照片 對嗎?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段影片 可能會是不少人見過的 最為病態的內容之一 他是有一位名叫Simon Prev的YT用戶 在2014年時所分享的 去分享這講述 這是他的一位朋友 在一处废弃的精神病医院内无意中捡到的 他的这位朋友在上世纪90年代时期 曾经在一个建筑公司担任怪手的驾驶工作 而当这家公司在负责拆除这所医院时 他们从废墟中发现了一些这样老式的录影带 可是当Simon的朋友在好奇地将这卷录影带拿回家里查看后 这却让他感到了毛骨悚然 此时,这个年轻人正在一台录像机前 满不经心地讲述着他是如何挖开一处坟墓 并且盗取里面的这些骸骨的 而且这名年轻人看上去似乎有些语无伦次 有时,他还表现出了一种极为自豪的表情 并且从画面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他身后的这间狭小的房间内 还摆放着不少他口中的这样一些恐怖的战利品 那么,这名神秘的男子盗取这些骸骨的目的是什么 而录影带为什么又会出现在这家医院里的呢 对此分享者,Simon认为影片中的这名男子 或许曾经是这里的一位病人 这家医院很可能是出于研究的目的 从而才将这些录影带保存了下来 哇,这会很强烈的 如果说你抄抄它,它会破坏 所以你做的是,试试... 2020年9月14日,TikTok用户Rona M.Ratters 分享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罗娜手里拿着一台看护器 正向我们展示昨晚她拍摄到的这一画面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一名老妇人正躺在病床上 而她便是罗娜生病的母亲 但最奇怪的并不是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白色的发着亮光的物体 正从画面的一侧 延伸到了她母亲的病床前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手臂那样 而且此时的这名老妇人 还就像是正在说着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嘴还在不停地动着 据分享者讲述,她的母亲在几年前 因为中风,从而卧床不起 所以罗娜只能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而且,为了在她离开母亲的房间时 她也能看到里面的情况 所以她在这里安装了一台监视器 当晚,罗娜在睡梦中 隐约地听到了母亲说话的声音 于是在她拿起放在床边的看护器查看时 才发现了这一幕 但在她来到母亲的房间后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只是她的母亲 躺在床上不停地说着什么 所以这让罗娜感到惶恐不已 似乎这并不是一个好征兆 而这也是罗娜 在这几年里 第一次从监控器中看到这样的画面 广告片中发现的一场 这是十几年前 在智利的一家 名为每家电视台节目中 插播的一段广告片 整段影片的时长 大约有三十秒钟左右 她的内容则更像是我们看到的保险公司 推出的人寿保障产品的广告 而就是这样一段 看上去在平常不过的广告片 却在当时的智利 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看看你能否从中发现异常 你看到了吗 当这段影片在开始不久后 画面被切换到了窗外的两个孩子身上 但也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画面的左侧出现了一张奇怪的面孔 很多观众形容她 就像是一个可怕的骷髅那样 她光秃的头部 呈现出一对深陷的眼窝 似乎我们还可以看到 她裸露在外的牙齿 这让人感到了不寒而理 虽然这段片段 很快就被切换到了其他画面 但她还是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于是这家电视台迫于无奈 只能在不久之后 停播了这段广告片 从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很可能是由于光线的反射 将室内的某个物品 照射在了玻璃上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拍摄现场 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 当然也有观众猜测 这或许只是广告公司 对这段影片添加的一些创意 但真的会有保险公司 希望会在自己的广告片中 出现这样诡异的画面吗 而且这还是一段 有孩子参与拍摄的影片 10 2022年9月3日 隶属于BBC的德州 KFCN新闻频道 报道了这样一起 发生在德克萨斯州 威廉姆森县布西克里克地区的 幽浮木籍事件 当晚在这座人口不足 2000的小镇上 竟有几十人声称 看到了夜空中出现的这一幕 这奇幻的一幕 犹如夜空中 正在上演着一场灯光秀那般 让这些当地的居民 感到了惊讶不已 据这些目击者讲述 当有人在发现它们时 很多人只是以为 那可能就是几台无人机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后 他们却发现这些奇怪的光球 却仍旧一动也不动地停在空中 直到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了这一幕后 这其中的两个光球才开始了 就像是脱离了这个编队那样 朝着地面缓缓地落了下来 随后便突然消失在了夜空中 而留在那里的三个光球 也在不久之后 以同样的方式消失在了这里 对此 记者还找到了 无人飞行器制造厂商的 技术人员寻求帮助 但他们在看过这些影片后 却认为 无论是从这些光球的移动速度 以及它们在上空停留的时间来看 这都不是一架无人机 可以做到的 而在这篇KXAN的报道中 他们也并没有就这些奇怪的物体 到底会是什么 给出准确的答案 其实很多人在自家安装监控系统时 他们并没有期待能在这里面发现些什么 而更多的则是依靠这些设备 能起到一定威慑跟警示的作用 反而在有些时候 当我们在收到这些设备发来的提示讯息时 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更加担心 2020年11月Vebit用户One Ondo One Ens 分享了这样一段 自家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 据分享者讲述 这是当天凌晨3点左右 发生在他家院子里的 从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物体 正从这处露台位置 进入分享者的家中 当时 这台设备在侦测到附近出现了运动讯息后 便打开了它的录像功能 所以设备只拍摄到了 它在进入房间时的这一画面 据房屋的主人推断 这个白色的人影 应该是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露台上的 因为它如果是从门前的步道上 走到这处露台时 监控器可能会拍摄到一段时间 更长的录影 从分享者提供的这张相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的人影进入的房间 是分享者家中厨房的位置 而且当晚 他们是在关闭这里的门窗之后 才去休息的 因此 按照画面中这个物体的移动方向来看 它必须直接穿过这扇紧闭的玻璃门后 才能进入这里 在这些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中 有人形容它就像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小女孩 那样进入了分享者的家中 所以 他们建议分享者 去调查一下这栋房子的历史 或许从这里面 可能会找到一些线索 No.8 监控器捕捉到的诡异人影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是由一家名为Dollar General的超商内的监控器所拍摄的 Dollar General位于密苏里州 波尔克县 休曼斯维尔的小镇上 它也是这座人口为数不多的小镇上 唯一的一家规模最大的商超 2020年9月16日早上6点左右 随着一声奇怪的声响 这里的监控器拍摄到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 去分享者讲述 画面中的这个房间 是这家商超内的一间办公室 从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声巨响过后 一个烟雾般的人影 突然出现在了这间办公室内的门口位置 然后 他缓缓地走到办公桌前 紧接着他就像是烟雾那般渐渐地消散在了那里 据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讲述 在这个奇怪的人影出现之前的那阵声响 就像是他们这里冷库大门被关闭时 发出的响声那样 而在监控器拍摄到这一幕的发生时 这却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时间 所以这里还没有开门营业 当他们发现这段监控器的录影后 这里的负责人立即将他报告给了当地的警方 但似乎他们却并没有就这个人影 给出明确的答案 便利店内的调皮鬼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迎踏空而摔倒的经历 又或是见到别人迎踏空而摔倒 很奇怪 明明是看准了 才踩在楼梯上面的 但不知何种原因却失足摔倒在了地上 虽然很多这种情况 我们也只能试怪自己没有估算好距离 但似乎也并不是所有这样的经历都是如此 2020年1月9日 英国的每日进报 就曾报道过这样一起诡异的事件 位于苏格兰 北埃尔郡 欧文市的一间名为Bortreo的便利店内 当时一位名叫Elyse Marlan的女员工 正在货架前整理货物 当她想着踩在板条箱上把商品摆到货架的最上方时 她却突然踩空 由于重心不稳摔倒在了前方的一堆货物上 而剧烈的碰撞导致货架上的商品也跟着掉落一地 可以看到此时的Elyse摊坐在地上 可能是由于巨大的撞击导致她被捕受伤 让她当时无法活动 她几次试图用手扶着附近的货物爬起来 但似乎都未能成功 就这样在过了很久之后 伊丽丝才慢慢地站了起来 而她附近的这名男子在听到响声后转头望去 但似乎她并没有想去帮助这名女店人的意思 而是扭头继续在货架上翻找着什么 但最奇怪的还并不是这些 而是这名女店人在摔倒时的这一幕 当我们将这段画面调慢后播放 你会发现 当Elyse在靠近板条箱时 板条箱突然开始移动了起来 这也就是这段影片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虽然也有不少观众怀疑 这一切其实都是这名男子搞的鬼 因为在Elyse摔倒时 她并没有前去帮忙 而且她似乎还像是在嘲笑着她那样 但从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Elyse走到这处货架前时 这名男子正在低着头 从货架的最底层翻找着什么 而且 据这家便利店的老板讲述 这名男子也并不是他们的员工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顾客 所以互不相识的两个人 可能根本就不会开这种玩笑 我们还从当地的其他一些媒体中了解到 当这家便利店的老板 在接受采访时 他认为此次的事件绝非偶然 而是跟一个长期存在与此的鬼魂有关 便利店的老板 Ymran Ali告诉记者 他的这家便利店的前身 是一家濒临倒闭的酒吧 而由于到此的客人 经常会遭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所以渐渐的 也就很少有人在光顾这里了 但在他接手这家店铺后 这一情况似乎并没有得到改善 而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仍旧在此发生 例如便利店的员工 在早上开门后 发现掉落在地上的商品 又或是倒塌的货架 这也让便利店老板 Ymran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虽然 他已经尽量将货架 做了固定处理 有些甚至定在了墙上 但是商品掉落的情况 还是时有发生 而在此次事件发生后不久 那位名叫Elyse Mullen的女店员 也离开了这里 这是一段由TikTok用户 Sasha分享的影片 据分享者讲述 这是她在BBC的直播中 发现的奇怪一幕 画面中正在播放着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 此时全球的政要 还有皇室的成员 正围绕着城邦女王遗体的光果 进行悼念 而这场葬礼上 最奇怪的一幕 也就发生在此 让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段画面 此时 这名守卫的头饰 一部分开始向着另一侧 漂浮了起来 有些诡异的是 他看上去就像是 被人挑动着那样 出现了上下摆动 或许此时你可能以为 是周围走动的人群 产生的气流导致的这一切 但如果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他们移动的速度 可能并不足以 产生这样强劲的气流 而且这两位守卫 几乎穿着相同的衣服 但另一人 她的帽子 却丝毫没有出现这一状况 那么 这会是女王最后 向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吗 又或者对此 你还有其他的解释 在下一段影片开始前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通常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大多数恐怖 又或是令人感到困惑的影片 他们的内容 几乎都表现为 人们所遭遇到神秘 又或是难以解释的可怕事物上 但相比之下 接下来 我们即将看到的这段影片 却有所不同 因为拍摄者 向我们展示了 本应该存在的东西 但我们却完全看不到它 你们看到那颜色吗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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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 是有一位名叫阿迪·哈利娜的TikToker 在几周前所分享的 据分享者讲述 这是他们路过德克萨斯州 利特菲尔德的 维珍河峡谷的某处社区时 拍摄到的 此时 由于这段并不顺畅的公路 让他们的燃油 无法维持到达目的地 所以 他们只能来到究竟的一座小镇寻找加油站 但也就在此时 这名女士 却发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 她疑惑地问道 你们看到这座小山上的影子了吗 她将镜头对准了一座 被巨大阴影覆盖着的山峰附近 随后她又将手机移动到了这座山峰四周的上空 紧接着 她疑惑地问道 那朵巨大的云朵在哪里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拍摄者上方的天空中 并看不到一片云彩 那么这座小山上的那个巨大的阴影 又是如何产生的 而且 我们似乎也没有发现 这座山峰附近 存在有足以形成这些阴影的巨大物体 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 那片黑色的区域可能是山上的植被被山火烧光后留下的 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后 你会发现在这些黑色区域的边缘处 存在有明显的模糊现象 所以这种猜测很可能并无法解释这一幕 还有观众认为 或许她的上方存在着 一架巨大的神秘飞行器 由于她卫装成了附近的颜色 所以这使得我们并看不到她的存在 但是光线却无法穿过这个物体 所以她的影子最终还是留在了这座小山的上方 那么你认为这个奇怪的解释合理吗 这座小山的上方真的存在某些我们看不到的物体吗 或许很多人在参加录影时 他们都不希望被突然发生的某些情况打扰到 但往往那些始料未及的事情 总是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就像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幕那样 这段影片是由一位名叫 News的Daily Motion用户所分享的 按照不少看过她的观众的说法 如果分享者的这段影片是真实的 且未经过任何修改的话 那么他们很可能拍摄到了某些神秘的外星生物 根据分享者的介绍 这是他们在诺曼底的法莱斯市游玩时拍摄到的 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 看上去似乎并无异常 一群年轻人正在开心地谈论这些什么 但忽然他们的对话却突然停止了 此时他们中的一人向着一棵树前走去 他们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正在不停移动的物体 紧接着这群年轻人为了看清楚这个生物的样子 他们将一根点燃的树枝摇向了一旁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躲藏在树木后面的 似乎是一只皮肤成白色的奇怪生物 它长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跟长长的手指 可是也就在拍摄者试图靠近它时 这个生物却突然消失在了夜幕中 那么你认为这几名年轻人在森林中的这一发现 真的会是某种外星生物吗 又或者那只是一部他们自导自演的创意影片 2009年时一位名叫耶和华的非洲裔男子 向ABC新闻频道展示了一项他与生俱来的特殊本领 据这名男子讲述 他可以通过意念来与外星生物取得联系 甚至是还可以让他们的飞行器出现 这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感觉他在瞎掰 这位被不少网友称之为神棍的男子 他一直居住在拉斯维加斯 而且报道中称 在采访中 这名男子的朋友以及亲友告诉记者 他的这项本领存在已经有25年了 很多居住在耶和华附近的邻居 都对他的这一特殊的技能深信不已 当然记者起初并没有轻易 就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这一切 直到这一日 摄制组突然来到了耶和华家 并要求他展示他的这些本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耶和华竟然很快的便答应了他们的这个要求 他把摄制组带到了附近的一块空地上 他先是通过类似某种祷告 又或者是仪式的形式双手举向空中 紧接着摄影师便大声地告诉记者 天空中似乎真的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光球 当大家在看到这个发着亮光的橙色物体时 耶和华告诉记者他会让这个物体 飞往内利斯空军基地的方向 也就是大家身后的方向 片刻之后 这个奇怪的发光物体果然改变了他的飞行轨迹 朝向他们飞了过来 此时 这也是耶和华25年来第一次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展示他的这一特殊的本领 所以这也使得不少人对耶和华奇特的本领深信不疑 大家相信他的理由是这段影片的拍摄时间是由ABC新闻频道的设置组临时决定的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给耶和华准备的时间 不仅如此就连记者本人也对耶和华深信不疑 他在报道中称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他是不会相信的 那么你认为这个神秘的光球真的是外星人的优福吗 2018年7月 一位名叫Kelly Shadden的保险经纪在自己的FB上分享了这样一起离奇的事件 一处位于加拿大埃德华王子岛西部的农场在2018年6月29日的凌晨时分 这里的一台农用耕耘机突然自己移动了起来 并险些撞上农场内的一栋装满燃料的房子 而这一切却被安装在院子里的监控器清楚地拍摄了下来 从这台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正在行驶中的耕耘机朝着院子里的一处角落驶去 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他的驾驶座上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驾驶者 而接下来便是另一台监视器拍摄到他穿过院子里时的画面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行驶的速度似乎非常的慢 甚至有些时候还能看到他突然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向前驶去 直到撞上了这栋房子前的大树后 他才停了下来 而据Kelly Shedden讲述 幸好他撞上了房子前的这棵树木 不然的话 如果他撞上了这栋装满燃料的简易房子 可能会造成至少一万美金左右的损失 如果引燃了这里面的燃料 那么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 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只有在监控中才能看到的奇怪人影 2013年7月 每日星报报道了这样一起 发生在莱昂市的诡异目击事件 莱昂市是位于墨西哥 瓜纳华托州的一座城市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了解到影片中出现的这处户外停车场 是归当地某政府部门所有 2013年7月13日晚上10点左右 当时在监控室内工作的安保人员 突然发现了其中一台监控器中 出现了这样一副诡异的画面 这台货车的前方 似乎正站着一个奇怪的人物 他看上去就像是穿着一件并不合身 而且还很肥大的裙子那样静静的站在那里 以动不动 随后 监控室内的工作人员 便立即通知了 在附近担任巡视工作的同事 前去查看 但在他们到达这里后 却并没有发现 他们所说的这个人物 这时无论监控室里的工作人员 怎么用布画机 告诉这两名安保员他的位置 但在停车场内的这两人 就是看不到他 随后 他们还生气地用手电筒照上这台监视器 似乎这两名安保员 认为监控室内的同事 正在戏弄他们 而且从画面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 其中一人 曾经几次从这个黑影身上穿过 甚至他们还将手电筒的灯光 从他的身上直直地照下 但那个家伙 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无奈之下 监控室内的一名工作人员 只能来到了这里 而这一切 看上去 的确让人感到有些诡异 虽然不少观众认为 这个黑影 可能是出现在监控器镜头前的 一根蛛丝 又或是一些污垢 但这一猜测 似乎也存在着他的不合理性 如果他是出现在监控器镜头前的话 当手电的灯光照向监控器时 这个黑影却立即消失了 而在这名安保员用手电照在这个人物身上时 手电的灯光 却可以穿过他的身体 那么 这很可能说明了 他根本就不是存在于镜头上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也使得不少观众相信 这里可能的确出现了一些 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 甚至还有人称 这处建筑物 以及他的停车场 在修建时 就曾挖掘出了不少的骸骨 但我们却并没有找到 关于这个说法的相关报道 而在这篇报道中 每日新报的记者 也并没有就这一现象 做出过解释 你并没有什么 网友 网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